当年血战江桥的抗日名将马战山 为何把家安在了天津一栋普通的小洋楼 在这里他与日本特务又有过怎样的生死较量 末代皇帝溥仪曾在天津生活七年 在这里他遭遇过哪些奇耻大辱 而那段时期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去过天津的朋友知道 历史名称天津有一大特色 洋楼特别多 现存呢有两百多座藏身天津的大界小巷之中 那这些洋楼风格各异 成为很多人去天津旅游啊 必看的一道风景 然而这里呢我要提示您一下 洋楼虽然独特 可是当年在这些洋楼里发生的故事 那才真的是传奇呢 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两段 天津洋楼的隐秘往事 来看画面 这栋灰色小洋楼呢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湖南路11号 从外表上看过去呢 这栋楼很低调 跟五大道上那些个高大张扬的洋楼 简直没法比 事实上这也确实只是一栋 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小洋楼 而您不知道从1931年起 一位中国赫赫有名的军政人物 却把家呀安在了这里 那么这位人物是谁呀 抗日名将马战山 湖南路11号这栋小楼 其实并不是马战山的故事 马战山只是这里的一个住客 说到马战山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马战山虽然阻击河北 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在东北长大 不仅生在东北 长在东北啊 晚清时期因为不满地主压榨 上山落草了 后来呢 金盆洗手啊 率众从军 投的还是东北军 在东北军的马战山 从少长做到连长 营长 团长旅长 直到担任东北边防军 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卫司令 1931年918事变之后 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那么问题来了 他既然是个东北人 又担任的是黑龙江的军政长官 为什么把家安在天津 而且还安置在这么普通的一栋小楼里呢 那么这就得说到马战山作为军人的血腥 众所周知 918事变之后 日军开始全面侵占中国东北 面对强敌入侵马战山深知 和日本人开战就在眼前 他明确表示 无奉命为一省主席 首途有责 只要一息尚存 绝不敢使尺寸土地 沦于一族 但是他也有顾虑 因为他深知日本人太过诡诈 一旦日本人拿他的家人做文章 做要挟 他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受任黑龙江军政长官之后 便迅速派人在天津英租界租下了这栋小楼 把家人安顿到了这里 好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抗日当中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 作为省政府主席 又是东北军的高官 应该不差钱吧 马战山为什么只是租下这栋小楼 而不是买呢 那个时候马战山 亲底一直有还个河山的理想 一直要想打回东北老家去 所以天津这个地方并不是他打算常住的地方 另外和住在这些小洋楼里的大管险柜们相比 马战山并不富有 他还没有足够的钱买下这栋洋楼 所以他只能住在这里 这就是当年马战山把家安顿在这里的全部原因了 而解决了后顾之忧之后 很快马战山便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什么事儿 著名的江桥抗战 战斗一开始 日军以为凭借着空中的飞机地面的坦克和火炮优势 可以迅速解决战斗 但是没想到 马战山亲临前线指挥 不仅通过严密布防 利用芦苇荡射服 多次击退日军和伪军的进攻 甚至在没有高射火炮的情况之下 还创造性地击落了一架日军的飞机 那怎么打的呀 就是当敌机俯冲扫射 扔炸弹的时候 将士们不怕牺牲 以二十人为一组 仰卧地上 用步枪向上射击 结果那架日军就这样 硬生生地被打下来了 后来有些电视剧当中 有这样类似的情节 其实这是有原型的 后来检查飞机的残骸发现 机身上全都是弹孔 这也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 击落的第一架日军 所以人只要有着信仰 总能创造奇迹的 后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是因为你境界没到 厉害吧 但是随后马战山所在的部队呢 也遭到了日军的疯狂反扑 日军从空中从地面 对江桥守军开始了疯狂的轰炸进攻 最终由于寡不敌众 没有后援 再加上装备简陋 伤亡过大 历经半个月艰苦熬战 在给日伪军造成数千死伤的重创之后 马战山才不得不下令撤离江桥 必须说江桥抗战虽然中国军队输了一阵 但是它的意义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 却是非力寻常的 在当时民众积极要求抗日的情况下 马战山血战江桥 对于国人无疑是一记强心计 当时马战山的名字 不仅迅速传遍全国 被人们称为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 甚至卷烟厂 还生产了马战山牌的香烟 来对马战山率部抗日的行为进行送养 但是马战山没有想到 正是这场江桥抗战 也让他在天津租住的小洋楼 遭遇了一场重大危机 具体情况咱们下解说 江桥抗战之后 他为何心灰意冷 隐居天津期间 日本人为何对他实施暗杀 生死一线之间 他又如何最终化险为夷 经理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江桥抗战 马战山以军人的血性 坚决抗日的精神 给了国人极大的鼓舞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位抗日英雄的人生 随后很快就进入了地谷 怎么回事呢 江桥抗战失利之后 马战山被逼退到了苏联境内 最后他从苏联绕到欧洲 经香港回到上海 一回来 马战山就第一时间去找了谁啊 讲个识 向他请英出兵抗日 然而马战山没有想到 对于他的抗日热情 蒋介石那是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蒋介石铁了心 要什么 让外必先安内 他正在一心筹划 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所以他就只是很敷衍的 给了马战山一个虚职 让他去天津 不用说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委派 马战山是非常失望的 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够心灰意冷的 回到了他在天津租的这栋房子 但是马战山没有想到 一场危机正在向他逼近 怎么回事呢 那是1934年的除夕之夜 大家知道 过年嘛 中国人有个习惯 燃放鞭炮是辞旧迎新 当时啊 天津城的大街小巷 沉浸在一派热闹的喜庆当中 不料想马战山的家门口 却有人在闹事 马家的警卫就去处置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马家的后楼却出现了几个身影 他们在后楼窗户搭上跳板 偷偷的潜入了马宅 这些人什么人啊 我告诉你 不是中国人 他们是日本特务 打算借着除夕夜行刺 欲将马战山除之而后快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们准备摸上楼的时候 突然马战里闪出十几个警察和警卫 不凶 十几杆枪正对着他们 当时一个特务还想反抗 啪啪击声枪响 那个特务随即就领了盒饭了 其他两个特务一看形势不对啊 乖乖的束手就擒 说到这儿 您可能要问了 对于日本特务行刺这件事 怎么感觉马战山早就有防备啊 没错 事发之前 马战山确实收到了消息 否则他很有可能那天晚上 真的是要遭到日本人的毒手了 那么他是怎么收到消息的呢 事情还得从这个人说起 他叫土肥元贤二 听说过吧 著名的日本特务头子 由于马战山在东北 给日军以重创 日本人早就把他视为眼中之钉 肉中之刺 而他在社会上声望又很高 于是土肥元贤二和他的特务机构 就一直盯着马战山 希望能够把他暗杀掉 土肥元贤二是怎么计划暗杀马战山的呢 当时日本特务组织了一个 七男一女的暗杀小组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除夕夜 先有一个女特务在马宅门前闹事 吸引警卫注意 然后其他特务从后楼潜入马宅 用手枪或者手榴弹 对马战山施事暗杀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除夕夜呢 一来是中国人过年心理上很放松 往往疏于防范 二来是除夕夜的鞭炮声 可以掩盖特务的枪声或者爆炸声啊 方便特务从容逃离现场 您看看 日本特务的计划很周全 但是他们呢 万万都没有想到 这个计划 还是被马战山提前给得知了 年三十那天的白天 马宅门口突然来了一位不肃之客 那个人自称是姓崔 是来给马战山将军报信的 当时马战山并不在家 他去了不远处一位朋友家做客 马宅的警卫就问那个人 说你报什么信呢 那人说 日本特务要在今天晚上 趁着过年的鞭炮声 做掩护暗杀马战山将军 对于崔姓青年说的话 起初警卫是不太信的 说日本特务的行动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 那个人就说了 他呀由于长期失业 生计所迫吧 不得已在日本特务那里干活 算半个汉奸吧 我都不好意思提 但是 这个我就在干活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了日本人要暗杀马战山 很吃惊啊 因为马战山在东北抗日 他对于马将军打心敌里边是崇拜的 虽然我替日本特务干活 但是我这颗心哪 始终还是有着中国人的这一点良知 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被日本人所害呢 所以他决定前来报信 接着他把日本人可能会来几个特务 打算怎么下手一一都说了 说得这么仔细 这警卫就感觉事态比较严重了 立马向马将军报告情况 马战山听说之后立刻就做出了部署 当天晚上马战山没有回家 他的家人呢也被安排到了安全的地方 同时他又派人通知了当地的警察机构 请他们协助抓捕日本特务 就这样 于是就有了日本特务被抓的那一幕 但是马战山没有想到 他的日子并没有就此就消停 除夕夜暗杀失败之后 日本人又连续安排了几次暗杀行动 所幸的是因为有了防备 这座毫不起眼的马宅 竟然与铁桶一般密不透风 一直让日本特务是无从下手 不过 几次三番成功化解生死危机的马战山 心情却一直好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作为一名抗日将领 不能战死沙场 却要天天躲在英租界里边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 那么一代名将真的要在英租界里边 窝居下去吗 就此憋屈吗 当然不会 1937年7月7日 在马战山玉居天津数年之后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爱国兴起的马战山再也别不住了 他第一时间动身赶到南京 请命参加抗战 8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 他召集兵马抗日 参加了隋远保卫战 和阴山血战 1938年8月下旬 马战山访问延安 在延安各界的欢迎晚会上 当时毛泽东主席 致欢迎辞的时候 对马战山给予了高度评价 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不愿意打内战的马战山 又一次隐退了 直到1948年底 他还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积极动员副座役和平解放北平 为平津解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建议您有机会去天津 一定要到这栋楼里去看一看 亲身的感受一下 马战山将军当年经历的 那段传奇 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当年也曾在天津落脚 然而在这里 他竟然遭遇了几次奇耻大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普遗在天津 有了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呢 经历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 天津的湖南路11号的小洋楼 见证了马战山将军 隐居金门的一段传奇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一位人物呢 当年也曾落脚天津 只不过他在天津的遭遇 就不是传奇了 而是几次奇耻大儒 说的是谁呢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爱新觉罗 溥仪 众所周知啊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 而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来到天津 当时他带着皇后宛容 淑妃文秀住进了这个地方 当时属于日本租界里的张远 张远的主人叫张彪 他是清政府武昌驻军的统帅 武昌喜意之后呢 下的官也不做了 弃官逃到了天津 按说如果在清朝的话 张彪的级别 他的品级 想见到皇帝比较难 所以对于溥仪的到来 张彪那是受宠若惊啊 虽说成了皇帝的房东了 可是他哪里敢以房东自居呢 不仅不收房租 还花钱把室内的家具都换成了 溥仪喜欢的欧式家具 不仅如此 当时张彪虽然快70岁了 但是为了表示对溥仪的忠心 他还坚持每天自己打扫院子 修剪枯枝 那么溥仪对他这样的做法感觉怎么样呢 在张元住的那段时间 溥仪的感觉只有两个字 舒服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这里没有紫禁城里 他所不喜欢的东西 又保留了必要的东西 这里虽然没有琉璃瓦 没有凋梁化洞 但是备有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 显然要比养心殿舒服得多 虎仪来到张元之后 曾经下过两道 所谓的御址 第一道 改北京紫禁城时的内务府 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 办事处内设军机处 你看军机处还比内务府要小了 第二道 任命郑孝虚 胡寺院等人为驻天井顾问 这么一来呢 张元俨然就成了溥仪的小朝廷了 可是溥仪没想到 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 一桩后来被他称为奇耻大辱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啊 就是东陵大道孙殿英 道挖清东陵的事 听到这个消息 溥仪嚎啕大哭 悲痛欲绝啊 立马让人在张元里边搭设了灵堂和祭坛 供上了乾隆皇帝和慈禧的灵牌 日夜焚香朝夕祭拜 当时京津一带的王公姨老们 也纷纷赶来张元 陪着溥仪一起祭拜 后边的事呢 咱就不细说了 虽然溥仪曾经致电南京国民政府 以及天津卫戍司令部 要求严惩盗匪孙殿英 赔偿修灵费用 但是他最后得到的 还是一个寂寞 对于他这个过气皇帝啊 没人搭理他 即便对孙殿英 他也无计可施 只能画上一幅漫画 来表达对孙殿英的仇恨了 那么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没过多久 溥仪就从这个起始大乳当中啊 走了出来 生活一切如常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没过多久 又一桩起始大乳 降临到他的头上 什么事呢 溥仪在回忆录里是这么写的 后来张彪死了 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钱 您听听 皇帝住在陈子家 本来那是赏面啊 赏给陈子面子 结果陈子的儿子居然还要来要房钱 这不是起始大乳是什么 当然这个时候的溥仪呢 也不好发作 也没法发作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啊 那怎么办呢 溥仪只好说 我也嫌你的房子不好 我搬走行了吧 那么他搬去了哪呢 就是这个地方 与张元同在一条街上的钱元 搬到钱元之后 溥仪马上将钱元改成静元 取静以养无浩然之气的意思 当然溥仪改这个名字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静观变化 静待时机 以图东山再喜 来看一下啊 静元分前庭院 后庭院和西庭院 主楼是一幢西班牙风格 专幕结构的别墅 一层是门厅和会客室 二层是溥仪和婉容皇后的 卧室及书房 三层是侍卫的房间 从静元里的家具陈设 可以看出 溥仪当年的生活 还是挺时尚的 那么溥仪在这里 是不是过得挺开心呢 起初好像是这样 在天津的那段时间 溥仪经常去启石林大饭店 购买正宗的德式点心和糖果 或是吃冰淇淋 喝杨美饮 但是后来就变得不那么开心了 为什么呢 天津的中原公司 当时是溥仪和婉容 经常购物的场所 这里给溥仪带来麻烦了 溥仪在回忆录里 写了这么一段 他说 婉容本身是一位天津大小姐 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 她买了什么东西 文秀就也一定要 我给文秀买了 婉容一定又要买 而且花的钱更多 好像不如此 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 这叫什么呀 这叫生活奢靡 那要过奢靡的生活 哪来的钱呢 在天津生活七年 溥仪还真就干下了 为国人所不齿的事 他先后以低廉价格 变卖了几十件 倒运出宫的珍贵文物 当然了 对于这些事情 溥仪还不觉得是耻辱 真正让他感觉 七尺大辱的是一个小军阀 居然敢忽悠他 怎么回事呢 当时溥仪一心想要复辟 恰巧有一个小军阀名 叫刘凤驰的投其所号 跟溥仪说 他可以去结交一些个军界人物 然后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就可以帮助溥仪完成复辟大业 溥仪听得很高兴啊 只要你办成这件事情 将来你要什么高官 我都可以满足你 刘凤驰却说呀 结交军界人物得送礼呀 于是溥仪毫不犹豫的 就交给他一些个 古玩玉器和金表什么的 后来刘凤驰提出 小物件不能动其心眼 应送其珍珠宝石或者钻石 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余制 当有几十倍大力在野 于是溥仪脑袋一发热 拿出去的宝贝就越来越多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最后当然是没有任何结果呀 再后来溥仪慢慢的 回过味来了 原来这小军阀刘凤驰 不过是在忽悠我 是从自己这里 骗钱骗物而已 但是他拿这个刘凤驰啊 那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默默的咽下 这份骑士大辱 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 去往东北 这才结束玉居天津 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当然在天津居住过的名人呢 也远不止马站山和溥仪 还有黎元洪啊 徐日昌啊 曹坤 顾维军等等这些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而天津的这些小洋楼呢 也都成为了他们 或寂静落寞 或意气风发的历史见证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